這個短片來分享一下最近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 最近反骨他拍了一個黑人台觀的影片 那被部分的黑人教訓說這是一種 屬於種族歧視的現象 屬於一種歧視的影片 那也許你會覺得黑人問號 因為歷史記載 只要白人把臉塗黑 本身在美國那邊就是一種歧視 那講白一點了,這是一種身份上的刻白印象 如果是黑人把臉塗黑,塗更黑 那這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是白人去把臉塗黑 就顯得是一種問題 這個是因為他們本身在文化上的歷史 有存在這樣子的感覺 甚至這樣子的記載 所以又換另一個角度來講 一個窮人如果跟你分享 他吃滷肉飯配一杯礦泉水的節儉生活 那你可能覺得這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如果又換一個住千萬豪宅的人 跟你分享他吃滷肉飯配一碗礦泉水的節儉生活 你也許說他可能就是在嘲諷你 甚至說是在歧視你 所以同一件事情 卻因為身份的不同 背景的不同 出生地的不同 所以產生出不一樣的感覺 因此歧視是否為 你覺得人家在歧視你才是歧視 還是說別人心中歧視你 但你自己覺得沒有被歧視 那就沒有被歧視了 所以這真的是一念之間 要特別去看了一下反骨的台觀影片 我實在是看不出有任何歧視的態度跟用詞在裡面 說實在的 你去講小熊維尼很像習近平這樣子的言論 反而才是更大的一種歧視 你可以在台灣穿著小熊維尼的衣服 你不會有事情 但是你如果去中國 你穿著小熊維尼的衣服 看你會不會出事情 歡迎大家去挑戰看看 所以如果以YouTube這種平台的宏觀角度來看 他到底有沒有全力說 那那是一種歧視呢 因為從頭到尾他就是一個全球化的平台 然後他本身是因為地區的不同 所以感受出不一樣的結論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歧視呢 是不是歧視只是在自己心中呢 那如果我們用佛家的觀點來看這件事情 用更高層次的紀律來看這件事情 所謂己所不欲物施於人就是這樣 那麼不管你覺得小熊維尼有沒有歧視到習近平 只要習近平當事人不喜歡 你就應該避免 這就是所謂用宗教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那只要黑人覺得說 你身為是白人你就不可以把臉塗黑 你們任何白人不能去塗黑臉這個動作 不然就是一種帶有歧視的意味 武漢人如果不喜歡 你們說那個叫做武漢病毒 你們就不可以講那個叫武漢病毒了 所以就應該去避免 這個當然是以宗教的觀點 更高層次的紀律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要回到尊重這兩個字了 人與人的了解與尊重 但我知道在這個時代大家會說 少在那邊用你那一套標準去要求別人 不是說我這套標準是說 只要有人覺得不行 你就不要去講 就不能去做 就不能去用 就好像說武漢人不希望人家叫他武漢肺 你們就通通不可以叫武漢肺 不然就是一種歧視 那一樣吧 如果今天黑人覺得說 你不可以身為白人 然後把臉塗黑 不然就是一種歧視 其實意思又有差別多少呢 歧視這兩個字 很多時候都是認為你在歧視我 但我認為我沒有在歧視你 你認為你被歧視了 但人家認為他並沒有歧視你 所以就產生了一種兩派在那邊爭吵 這是最常見的一個現象 那回到一開始的主題 台灣的反骨把臉塗黑 在部分人的眼裡是一種歧視 但是在台灣人的眼裡覺得那個沒有問題 那些罵反骨罵得很激烈的人 不妨你回頭想想 如果只是因為這樣文化認知不同 就要大力的教訓別人 那不就跟你穿著小熊圍你的衣服 在中國就會有危險的意思是一樣的嗎 有些國家他要求你對著銅像敬禮 不然就要把你怎樣怎樣的 難道這也是就因為政治正確 就符合普世價值的嗎 我想這就是種族問題 永遠沒辦法停止爭吵的一個窘境 最後我覺得在這種多元的世界裡面 如果黑人看到這件事 他們可以跟反骨說 這樣子的歷史原因是有歧視的現象 但是我必須說 任何的黑人如果用強烈的用詞 言行去批評反骨的影片 這樣就會落入像 你如果穿小熊圍年衣服 你在中國你就會被政府處理 你對銅像沒有尊敬 你就是歧視這個政府 你就應該被處理 你在講武漢肺炎 你就是在歧視武漢人 所以你就是要被武漢人處理 你就會陷入這種思維裡面 如果你對於反骨那樣的影片 你有過激的言論的話 那你就會陷入這樣的思維裡面了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 各自心中都有一把尺 那你要不要用你那麼強烈的手段 去逼迫別人 去聽你的典故 跟你好好去跟人家講 分享這個典故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境界 那以上心得我跟大家分享到這裡